今天这个停电状况 恐怕让工商界对于供电无余这四个字失去信心 工商界大佬林伯峰今天出面表示 这个月一号其实才见过总统 保证过不缺电 结果二号三号连续两天都发生了跳电的状况 喊话政府必须要重新思考能源政策 巧合的是 去年年底12月的时候 黄海创办人郭台铭他也提出担忧 他说2022年一定会缺电 如今这句话听起来是义允成称 不过当初经济部长王美花才保证过工电稳定 当时还说要拿鸡排跟国董赌 结果鸡排今天就变成了网络的热门关键字 就连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在问鸡排哪里里 我几乎可以缺电是明年是一定缺电 0303全台大停电 郭台铭去年12月这番话被网友捧成神预言 尴尬的是当时经济部长王美花还保证不缺电 拿鸡排当赌注 郭董担心的应该是 担心做多三 读个鸡排好了 不错 我可以跟他赌个鸡排就好了 人民马上成了鸡排债主 鸡排也登上网络热搜关键字 还是第一名嘴行话题 部长的危机资料还被酷售改成 鸡排推销负责人 网友敲碗要鸡排 笑说两千三百万份会不会造成机灵涂炭 最无奈的事机缺蛋有我缺电又有我 还有人开玩笑建议鸡排妹要不要换人当 部长的鸡排连双倍首长都有兴趣 最不欠缺的是部长的鸡排 这一次停电以后 家里冰箱如果放有鸡排 大概都坏掉了 但郭董预言会缺电 其实是工商界的担忧 3月1号总统会灭工商界大佬 其中经济部才再三保证 2030年前工店无余 总统3月1号接见 3月1号2号3号不是都有发生吗 来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去解释 话说的酸就看政府拿出什么能源政策因应 避免对企业主承诺打折扣 记者旅行民叶林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